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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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中文用了几个不同的译法 例如在二十六节的所行的 二十七节的训词 二十九节 三十 三十二节的道 其实都是同一个字 这八节经文都提到神的话 可见人生的道路和神的话是息息相关的 也就是说人对神的话的态度 它就会影响他的一生 怎么说呢 第一 我们发现人一出生就走了人生的道路 不是吗 而且人生的路往往不容易走 无论是富贵 贫穷 是博学知识 或目不思定 人生的路都不容易走 所以我们发现人生会遇到很低潮的时候 我们看见这里他就说了 他说呢 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 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 弟兄姐妹 这是什么呢 这是说他的人生的低潮 人生的道路来到一个很深的幽谷的时候 在人生某一段时间里面 这种低潮都会可能 可能都会出现 对人生没有什么兴趣的 然后呢 对他的前途也没有什么盼望 活着好像没有什么意思 或者没有什么意义一样 那人的道路就好像来到一个的尽头 那无论是别人造成的也好 还是自己造成的也好 总之呢 人生呢 有时候呢 好像贴近的尘土一样 就没有了的顺序 那么接下来呢 他这里就说 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 是神的话将我们救活的 是神的话呢 能使我们从心的来整作起来 那我们通常呢 在英文我们就说 revive 还是呢 stimulate me 就是说呢 神把我们整作起来 那神的话 为什么把我们整作起来呢 因为神的话就是成光 如滋润田地的春雨一样 能使人重现了生机 那有些人 有一个人呢 他病了三十八年 病了三十八年之后呢 他肯定是绝望了 也没有盼望 但是呢 被主耶稣遇见了 这个呢 就记载在 耶和福音第五章 第一节那边开始这样说 那耶稣就简单地对着说 起来 拿你的路子走吧 弟兄姐妹 那个人呢 他的人生就再一次地重现生机 他原本已经是去盼望了 绝望了 但是有一个人就告诉他 起来 那 他也有被人看为罪人 或者是卖国宅一样 虽然也有富有 或者被人轻视的 或者是被人吐痰的 人活得很孤独 也没有意义 但是呢 他一见了耶稣 耶稣只很简单地听他说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 然后又说呢 今天就会临到你家了 这两句话呢 今天 这个人听到之后呢 就扭转他的一声 神的话呢 就使人从尘埃中站立起来 这个我们就很清楚的 这段经文也就记载在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整个故事里面 那弟兄姐妹 二十六节说什么 他说 我诉说我所行的 那就是指这个道路 然后他说 你应以了我 将 你的历历的教训我 是的 弟兄姐妹 没错 将你的道路告诉神吧 将你的绝望向他倾诉吧 求他向你说话 求他将他的话呢 向你开启 他一定会听你的祷告 是你重获信神 是的 当我们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 只要我们肯来到神的面前 向他诉说 他必要使我们呢 再一次的挣作 He will revive us And stimulate our spirit 他就是这样的 使我们重新获得信神 那第三呢 就是上帝 在我们身边 行了一个奇迹 那怎么奇迹呢 二十七节说 求你是我们 您把你的训词 我就思想你的取识 弟兄姐妹 不少人觉得呢 他的人生很乏味 那然后还平淡 无聊的 其实人的一生中 是有许多神的作为的 也有许多的神迹啊 奇事啊 就发生在我们的作为 那可是呢 问题是 我们没有去发觉 只因为我们的眼未得开 所以当人很仔细 读神的话的时候 神就把他们的眼睛打开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 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 所以我们能够 领摆祂的话 领摆祂的真理 我们就能够看见 哇 到处都是神迹 神迹处处的 神恩浩瀚的 那保罗在路士德 传福音的时候 就说得很好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我传福音给你们 是叫你们 离去这些虚往 归向那创造天 地海 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 他从前的世代的 任凭万国各行其道 然而为自己 为上不显出 证据来 就如常施恩 从天降以赏识丰年 教练们的饮食 饱足 蛮惊喜的 这就记载在 数字续传十四章 十五到十七节 所以我们看到了 没错的 我们每天吃的饱足 经常有太阳 有雨水 使万物得以为生 弟兄姐妹 你说 这岂不是神性吗 圣经就记载说 耶稣有一天 他被他的兄长们 迈到埃及去 那时候 他就经历人生 最痛苦 最低谷的一种 痛苦的冲击的时期 但是事情发展到 后来 耶稣却成为了 埃及的宰相 那他和长兄们相认 那他怎么说 他对长兄们说呢 他说 从前你们的意思呢 是要害我的 当时的意思呢 也是好的 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这个是一个 多么美的经文 记载在 《创世纪》的 五十章二十节 我们看到了 耶稣呢 虽然他受苦 但是呢 却有这么好的决局 弟兄姐妹 你想 那这不是很奇妙的事吗 没有人可以想到 耶稣的生命 竟然呢 开始是很痛苦的 可能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也会面对一些的痛苦 可能我们并领白 但是一当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 神开启我们眼睛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其实呢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他有美好的计划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二十八年到三十三十之间 那我们人生 不但会出现地潮 对不对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有时候呢 更是压力重重的 举步艰难的 那种情况 那所以二十八节 他说 我的心愁骨而消化 求你 照你的话 使我见你 那作者呢 就讲出 他的人生 极其的痛苦 已经来到了 一种所谓的消化 融化 那英文呢 就把它放一种 Melt跟Dissolve 这是好像呢 一个固体呢 就融化了一样 一种地步 所以内心的融化呢 其实就是我们人 当中一个最大的伤害 当我们被人伤害的时候 我们感觉 我们整个心的碎了 那种感觉 所以所谓的那种 爱莫大乙心死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作者呢 也讲出 他内心笑话 是怎么样呢 是有压力的 Heaviness的造成 这是一种的 中单 一种的压力 把它压碎 那 这不但是 他个人的如此 弟兄姐妹 我们发现 有时候我们也是一样 面对人生的压力 我们感觉 我们的心好像呢 就 好像这个冰块呢 有一团猎佛一来 我们整个心就融化了 而且呢 有很大的石头 很大的一种重担 压在我们的身上 那但是 后来怎么样 作者怎么样说 他说 求你降临的话 使我 建立 那弟兄姐妹 萧尘的人生 原来是有出路的 我们人可以从 萧尘中得到建立 从心变得刚强有力 这就是 怎么样呢 就是靠着神的话 那 以色列人来到 加兰地的边界的时候呢 耶稣亚呢 曾以其他 十一名的探子 就进去打探 那我们还记得 这个故事 那结果呢 因为 十个探子 回报的时候呢 弟兄姐妹 圣经的经文 怎么形容 他说 十一个 十个探子 回报的时候 就使百姓的心 消化了 从此呢 浪费了 三十八年的光阴 他们就在 旷野漂流 三十八年之后 耶稣亚和 以色列百姓呢 再一次的 走进 加兰地的边界 内心难免呢 有点占据 因为他曾经在 三十八年前 就面对同一个问题 但是神 怎么样 在耶稣亚 第一章 神告诉他 神再一次的 用话语 刚强耶稣亚 结果呢 他就蛮有能力 他就开始的 带领 率领 以色列人 以色列百姓 救人家来 结果怎么样 他就 以色列完成 神的心意了 他也为以色列 完成了 千修大业 那所以弟兄姐妹 神的话呢 会使我们内心 消化的人呢 那种心 再一次 可以建立起来 所以可能今天早晨 你的心可能 为了一些事情 消化了 融化了 你也需要神的话 把你建立起来 那二字九节 就说 求你使我离开 建杂的道 开恩将你的 历法赐给我 那人生的痛苦 有俗和 建杂是有关的 那我们看到 很多那种 勾心 斗脚的事情 斗得两败 祭伤 你死我活的时候 人怎能 不压力重重 心灵效果 那从这个 作者呢 他就求神 帮助他 离开这种 建杂的道 要行在 真正的路上 可是呢 这种 险恶的社会 我们会发现 不少人会说 哎呀 真子呢 一定会叫你 吃亏的啦 这的确 有几分的真实 但是呢 当我们 就该怎么 怎么样呢 该怎么办呢 作者就求神说 他说 神啊 求你开恩 将你的立法赐给我 所以 作者就求神 将他的立法 就是 神的话赐给我们 好将我们有 有所预许 不然在这个乱世中 就很容易 就失去方向 失去方寸 而且呢 会随波驻流的 同时 神的话也会造成 或者神的话呢 也会成为我们的力量 自主 我们能够 持守下去 所以弟兄姐 我们发现 一旦我们有神的话的时候 神的话呢 就能够指引我们 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然后呢 上次节说 我卷选了中心的道 将你的点章 摆在我面前 所以在人生的压力下 我们可以不消沉 我们可以靠着神建立 然而如何靠神建立呢 作者就说 我卷选了中心的道 作者呢 他简简了 行神的 重心的道 就是什么呢 就是尝试的道 真理的道 所以虽然人生沉重难走 因为人常活在虚假 和活在假面具底下 因为人不诚实 人没有真理 或者是你骗我 我骗你 大家都在痛苦 但是呢 作者呢 他就觉悟了 他不要再虚假下去 他要很真实的 他要照神的真理行 这样子的话呢 常常摆在他的面前 那神的话呢 就成为了 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使他不再黑暗里行走 这样呢 即使别人 仍然是虚虚假假的 但是他自己一切呢 很诚实 很真实的 It's very true 那自己的心 就能够坦然的 来到人家面前 对得起人 对得起自己 跟对得起神 那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属于主 属于神而你的 一个出路 那最后呢 就是三十一节 跟三十二节 他自己说 我开通 你开通我的心的时候 我就往你命令的道 直奔 原来人生的路呢 可以很广阔的 那人在其中 也是可以奔跑的 怎么样奔跑呢 三十一节说 他是不羞悔 他说 我持守你的法度 耶和华 求你不叫 求你不要 叫我羞悔 那人生可以很宽阔 首要的 就是我们人不羞悔 因为羞悔呢 是人抬不起头来 所以我发现 人可以在人生的道路上 直奔 是因为呢 我们没有做羞悔的事情 那 坐着呢 用什么方法呢 叫他的人生不羞悔呢 那我们就看见 这里答案就是 我持守你的法度 这就是一个秘诀 就是他的方法 原来当人造神的话 去行的时候 他真的会 无悔 当一个人 始终持守神的话 他的一生就会无悔 所以呢 世人不但捡选 捡选了神中心的道 他更能够呢 持之以恒的 守着神的道 他才敢求神 叫他不至于受愧 这是他自己的减选 自己他就选择要跟随神 原来人生 是否能够广阔 全在于我们自己的抉择 弟兄姐妹 你跟我选择了什么 今天早晨 你跟我是否也做这样一种选择 我们决定要选择跟随神 最后呢 我们发现 32节说 你开阔我心的时候呢 我就往你命令的道直奔 那人生的路可以广阔 可以跑得非常的轻快 是在乎我们的心 是否更广阔 更 够广阔 能否呢 赚待神的道 那 人的问题是我们的心 没有神的道 或者呢 赚待神的道 还赚得不够 我们心中就少了神的话 往往呢 是由于我们的心 可能太过小 或者太过狭窄 我们就会被自己的偏见 被自己的固有的思想 所左右 所限制 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呢 就 自以为是的 用自己的思义 去解析神的话 以致我们不能全盘的 成熟神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 读神的话 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 读出我们自己的意识 那因为我们的心 不够广 不够阔 以致呢 神的话呢 行走的时候呢 在我们生命就很难 那奔跑呢 也不敢快 虽然我们心组 可能很多年的 我们的灵性还是很幼稚 所以因此呢 我们的心就很狭窄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早晨 我们要学习像作者一样 求神开拓我们的心 好叫我们能够在 祂的道上奔跑得快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 做一个祷告来回应 主啊 我们发现我们的心 很多时候很难打开 但是因为 我们的心没有祢的话 因为一当我们有祢的话 我们心就得到 祢的灵的开取 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缺乏 给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 主啊 很多时候我们 常常说 我们的生命 面对很多的艰难 面对很多的痛苦 但是我们知道 很多时候 我们改变不了环境 环境也由不得我们的改变 那么怎么办呢 原来我们需要 回到祢面前 去依靠祢的话语 依靠祢的训持 依靠祢的道 祢的道 祢的道就开了一条路 给我们看到 一条出路 所以主 当这个出路就是 我们先要改变自己 主啊 当我们心被改变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主啊 与众不同的画面 我们不再看到艰难 是一种痛苦 反而我们看到艰难 也就是可能 祢在我们生命当中 给我们所学习的一个功课 让我们有一个成长的机会 主啊 我们谢谢祢的话 祢的画呢 常常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给我们带来 祢的安慰跟鼓励 主啊 为了祷告 求祢 再一次的带领我 祝福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周末 当祢的仆人使祢 在分享祢的话语的时候 主啊 让他们所分享的话 能够给我们带来亮光 给我们生命带来启示 好叫我们的生命呢 能够更加的成长 更加的向祢 成为祢荣美的见证 主啊 我谢谢祢 我如此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祈求 Amen 弟兄姐妹 宴上帝祝福你